神的道路 高过人的路 神的一年 高过人的一年 他的心里有蓝图 他的时间不错 各位弟兄姐妹 欢迎大家再一次收看宣教神学 这一系列的节目 那么上一次的节目当中 我们稍微谈到宣教与步道的关系 也谈到一些不是很有果效的 一个步道的方法 那么在今天这个节目当中 我们就要正面地来谈到 那么到底有什么是比较有效的 这个宣教和步道的策略呢 那么首先我稍微提到一个 经常在一般的步道学的书 或者是宣教的书里面 会提到的一个所谓的三批 一个策略的问题 什么叫三个批呢 那是从英文的三个字 它的第一个字母都是批字头的 那么有一种我们称为presence presence就是我翻译成现身 我在这里 也就是说做见证 这个见证有个人的见证 有基督徒群体的这种的见证 那么包括我的爱心的表现等等 那么当然不同的这个神学派别 他们在这个重点上的表达 所谓的presence表达什么东西 可能看法不太一样 比较自由派 在新政策派的教会 他们可能蛮强调 所谓政治的经济的 这个这种层面的一些参与的问题 所以呢 在这种教派的 或者神学立场的观念当中 他们的presence就是常常 比如说有任何社会运动啦 政治运动的时候 拿表语上街头的 他们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presence 就是我在这里 我表达我们的立场 那么那福音派的话呢 常常宁可借着 也许说是说慈善的工作 或者其他方面来表达 那么当然这是一个阶段 那另外一个问题就在于 这个presence是代表一个 旧途的见证 表达我们的立场 那么但问题是 它本身是一个手段 还是一个目的的问题 比较是属于新政统派 或者自由派的神学家呢 他们往往把这个presence 就当成宣教的全部 我只要在这里表达我的立场 你信或不信我的这个宗教呢 无所谓 因为当然在自由派神学家的观念当中 他本身并不接受圣经的权威性 不认为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拯救之路 通往天堂的路多得很 殊途同归 所以你信你的佛教 信什么教无所谓 那我只要让你看见 基督徒的好见证就够了 所以因此在其他的方面 他们相对是比较消极的 他们把这个列为全部 那对一个福音派的基督徒来说 从整个圣经来看 我们觉得这个现身这个阶段很重要 但不是全部 那另外还有什么呢 第二个P我们叫做presentation presentation或者说是要做proclamation proclamation是宣讲 宣讲福音的信息 那么布道会的讲员讲布道 当然是一种宣讲 个人布道 我跟别人谈到福音四个定律 这也是属于宣讲的那个部分 所以个人布道也好 小组或者是布道会 都是一样 都是一种福音信息的宣讲 福音信息的宣讲 是整个传福音布道当中 不可避免的必要的一个部分 如果我们所有的福音布道宣教 就是只是我在这里做见证 然后我不讲福音的信息内涵 不把旧恩师怎么讲清楚 这怎么叫宣教 怎么叫布道呢 所以宣讲是很重要的 不过谈到宣讲 我们也必须心里要了解一件事情 你一旦宣讲一个福音信息的时候 有的时候难免会发生冲突 因为跟他的信仰 跟他的思想 跟他的价值观会发生冲突 所以因此在宣讲福音的时候 有人称他为叫做confrontational 冲突式的 冲突式 是用思想冲突的布道方式 那么有些人在谈到布道的时候 觉得这种confrontational 冲突式的这种布道 不是很有效的方法 或者叫避免 但是事实上我个人认为 这是无法避免的 那么耶稣布道的时候 他也常常发出挑战的 当他跟那个少年人的观 传福音的时候 那少年人的观看起来很谦卑 很虔诚 他要问耶稣怎么样可以得永生 耶稣说 变卖了一切所有的 然后来跟踪我 这是一种冲突 让那个年轻人就站起来 悠悠臭臭的走了 这难道不是冲突吗 你传福音 你不觉得你需要 把福音的信息告诉他们 让他做个决定 可能是个冲突 所以这个是一个无可避免的 那当然 我怎么样去传递这个福音信息 怎么样表达的正确 这是我要负责的问题 但是冲突恐怕难以避免 如果没有这个言语的宣讲的话 你的布道在布什么道 你根本就没有福音的信息可传 那么当然我们要从文化的了解 所以尽量能够处境化 能够不造成误解 然后表达的正确 譬如说 我们常说我们是罪人 那你要知道中文的罪这个字 有时候会造成误导 因为罪这个字的中文 现在的写法上面是个四 一二三四的四 其实在传书 你就看到上面是个网字 是一个好像一个框框 然后两个叉叉 就是网 现在这个凯书 我们写起来的话 是一二三四的四 下面是个非 非就是匪 土匪 然后土匪被网子抓住了 所以罪人是什么 现刑犯 圣经中的罪人 不是犯法犯罪 做那个事情 而是我们里面有罪性 是一个不完美的人 希腊文是说 射箭没有射中靶心 这好比孔子所谓的 人非圣贤 俗人无过 所以那个罪子翻译成过 在那个上下文来说 可能更接近原文 所以如果你没讲清楚 那可能就在这里 发生冲突了 人都是罪人 你有罪 你哪里有没有罪 你有没有嫉妒啊 你有骄傲啊 你说你没罪 你就很骄傲啊 所以常常我们有的时候 是逼得人认罪的 但却忘记了 圣经中的罪 跟中文罪 想要表达的意思 有一点点出入 这一点是我们自己 要在我们的福音信息当中 我们要经过研究 然后适当地去表达 所以宣讲是必要的 那第三个P是什么呢 英文叫做Persuation Persuation就是 你要说服 劝说人来接受这个福音 也就是最后的决志阶段 劝说的阶段很重要 但当然 在自由派 跟新总统派的人来讲 他们特别反对 劝说这个阶段 他觉得劝说人 信基督教呢 就好像我赢了 你输了 然后回去报告战国 那么 因此他们对这个很反感 其实 我们反过来这样想 这不是我赢你输的问题 这是一个人的 灵魂得救与否的问题 这是要死要活的问题 如果说 我只是做见证 我也不传讲福音 我也不劝你信 好像我不在乎你去死或者活 我不在乎你上天堂下地狱 我想这不是真正的爱心吧 所以呢 劝说是必要的 很重要 但是要避免的就是 第一个 很多人的劝说 太过于没有耐心了 太 有点压苗助长一样 没有一个等候的心 有的人 他对福音的反应 不是立刻的 不是迅速的 有时候还隔一段时间 我们要 容许圣灵有工作的机会 我们有时候 个人步道的时候 不管用任何的方法 谈完以后 然后说 好 时间差不多了 你做个决定吧 每天浪费你的时间 浪费我的时间 如果你不要信 我就走人 我去找别人去 说明可以救另外一个人 你这种口气 就让人有反感 难道你对人的爱心跟耐心 就这15分钟 20分钟吗 所以呢 这个呼召的时候 我们要避免过分人为的方式 还有时候呢 有些步道会 因为我说 我自己常常讲步道会 所以如果有任何的毛病问题 我自己也要负一部分责任的 我们步道会呼召的时候 我们要人举手觉知也好 任何方式 我们常常有的时候 在心理上产生一种压力 还有没有啊 再给人一分钟 还有没有 最后一个 再一个 我们督促 我们吹逼 那每个人都是心灵不安 甚至有的时候 我们是拉人信耶稣的 在某个教会 有一次我应邀去讲步道会的时候 然后当那个教会的牧师就问我 我怎么方式来呼召 我说呼召很简单 祷告的时候举手绝词 然后举手绝词完 祷告结束了 如果教会需要他们到前面来 陪他一会跟他们谈 我请他们唱诗的时候自己到前面来 那我说 十个人举手 可能有三四个人会走出来的 就这样子的 那不是 好好好 我想他话中有话 我说 有什么问题吗 他说你知道 有一次我们请个步道家来 结果步道会完了 也是一样祷告举手绝词 然后到最后请人到台前来的时候 他不是叫他自己走上来 他说所有在场的长老知识带头 你要把你这一排所有的木道友给我拉出来 绝词不绝词都无所谓都拉出来 长老知识 你看我看你 就这样拉吗 后来他就说了 学你们做长老知识 就是要做这种工作的 带出来 带出来 结果这样 一边唱诗一边拉人 就搞了二三十分钟 终于拉了不少人到前面来 当然 可能你说 那天觉知的人数 因为这样一拉 可能有些人半推半就就出来了 人数增加了一些 但是问题是 他到台前来也好 他怎么样也好 他心里真正接受耶稣基督吗 这才是关键的问题 我们可能忽略了那个 我们有时候过度的用人为的方式 做了一些事情 我个人觉得 这恐怕未必是太好 所以在这个劝说的过程 我宁可让圣灵来动工 不要太在乎 表面上你看见 他举手都没有 他做了什么事情都没有 不要用人的方式 去过分地吹逼 所以关于这个三个批呢 我个人的一个建议 可以引用这个洛商会议 在1974年他们宣言里面 提到对这个三个批 他们的一个观点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一个很平衡的 一个观点 他这样说的 他说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事业上的现身 也是做见证 对于我们传福音是不可或缺的 但是同样的 对话也是极为重要的 对话就是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之间的对话 彼此的沟通和了解 因为对话这会使我们能够仔细地去聆听 但是传福音的本身仍然是什么 是宣讲 宣讲那圣经上也是历史上的基督 因为他是我们的救主 他是我们的主 我们必须把这个福音事情讲出来 同时最后要劝说人 个别地来到他的面前与神和好 换句话说 现身宣讲和劝说 三个阶段都是必须的 没有一个是可以缺少的 这才是一个平衡的 一个福音步道的一个过程和方式 那么另外有一个可以值得参考的是 有的时候谈到人类的需要跟福音策略 那么有一个19506年年代 美国很有名的一个心理学家 叫做马斯罗 他提出一个人类有五种基本的需要的概念 从最基层的是生理的需要 然后其次再高一点的是心理的需要 像安全感 再来是一个爱的需要 就是一个归属感 再来就是一个自我价值的需要 那叫做受尊重 我找到我的自我价值 最高的它成为自我理想 自我目标的实现这样一个需要 那么这个很多人用这个来做 工商界里面的各种的应用 从基督徒的观念来看 这一个人类的不同的需要 可以成为我们传福音的不同的切入点 有些人没有得吃没有得穿 你从慈善爱心的关怀开始切入 然后找到机会再跟他传福音 那么有些人到一个新的环境 没有朋友 所以因此团契了小组爱心关怀了 接纳就成为一个他有归属感的一个很重要的起点 很多人是从这个切入点 然后慢慢有机会传到福音 我们真正传福音的信息 其实是第四阶段 谈到自我价值 我是谁 我人生的目标是什么 所以有些人当然是更高的这个自我实现 总而言之你的福音信息 你记得你的福音信息 布道会所讲的 甚至你个人布道所讲的 是在自我的价值这个层次上切入的 如果它需要在更低层次的话 你需要从下面开始 来开始做一些预备工作 所以文化宣教就在这个地方 从爱心关怀 提供物质的需要开始 提供安全感 保护 提供一些团契小组 这个三个都是属于文化宣教 或者说福音预功的部分 这个预备好了 然后你不谈福音信息 就不会取高和寡 所以这个东西来讲 可以帮助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 对福音的对象做一些了解 最后我谈一下所谓的福音四部曲 这个其实是约翰卫斯里 他很早就提出来 所以在两百年前 他就提出这个观念 其实从今天的角度来看 还是有很多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他把一个人认识主的 分成四个阶段 第一个叫做书醒期 一个木道友 对于永生一点兴趣都没有 你要想办法让他醒过来 发现他有属灵的需要 所以让他变成真正的木道友 我们今天很多所谓的木道友 其实是非信徒 非信徒不一定木道的 然后他真正成为木道友 才进入第一个阶段 叫做书醒期 然后融入 很有趣的是 约翰卫斯里 他有一个概念 跟今天很多讲究小祖教会 等等来讲 有些观念其实不约而同的 他强调说 不是他信主了 才加入教会小祖 是先加入小祖 然后才去信耶稣 所以他的融入歧视 让木道友就加入 他叫做小班 在巡礼会 他们叫做小班 然后小班 然后才有一个大的团契 这样来 他是还没有信以前 就新融入 先跟基督徒交朋友 其实今天我们所谓的 友谊式的步道法 有一些类似的地方 但是两百年前 约翰卫斯里 已经提到这个 先融入 第三才叫他 他真的叫称义 称义当然因信称义了 所以那边才会 传福音让他愿意信 归信 所以第三阶段就是 传福音让他愿意 决至信主 第四阶段叫成圣 成圣那就是说 信了主以后的 门徒造就 门徒带领 所以你会发现 其实约翰卫斯里 提供一个相当平衡 而且相当有见底的 一个程序 所以先让一个人 灵魂苏醒 变成对主灵的事 有可慕 然后在他信主之前 先让他跟基督徒 之间有交往 建立一个爱的关系 融入基督徒的 小圈子里面 然后在这个时候 才开始传福音 让他信 因信称义 因信称义之后 迈入成圣的阶段 那就是一生之久的门徒训练 那么因此 我们谈到这个所谓的 友谊式步道法 那么如果从友谊式步道法的 观念来看 那么我提供一些建议 如果按照 约翰威士里所说的 这几个阶段的话呢 第一个 怎么样去接触 目道友 等等的话呢 那一方面你需要为 你的目道友的对象 来祷告 也为你自己祷告 你该说什么 该做什么 然后你要 好好去思考 神给你预备 什么样传福音的对象 可能是你的同事 可能是你家里的人 那么 总而言之 你需要建立一些关系 家里的人 当然已经有关系了 同事呢 你需要建立一些关系 从朋友的寒暄开始 然后建立一个大桥 然后你要聆听 就是说你要先听听 他的心声 他的需要是什么 正如前面我们所说的 人类有不同的需要 你知道他现在的需要是什么 他在哪个阶段 然后从那方面开始 找一些机会 来提供我们所能提供的服务 各方面的服务 然后当你要跟他做见证 开始分享的时候 那么 你要从他感觉到的需要开始 你知道人类有感觉的需要 以及他实质的需要 实质的需要是 从我的角度来看 他需要什么 感觉的需要是他自己觉得的 好像你的孩子 他觉得他要吃巧克力 那也是他感觉的需要 我们呢 我们觉得他应该吃馒头 他身体健康 所以他真正的需要 跟他感觉的需要是不同的 那因此每一个人都有他感觉的需要 你要从他感觉的需要 开始做切入点 开始交谈 然后慢慢才带入他真正的需要 他真正的需要是什么 属灵方面的 灵魂得救的 但是大部分的木导人 不会马上讲到属灵上的事情的 他可能觉得我好孤单哦 等等 这是他感觉的需要 然后谈谈谈 慢慢你就要带入 从这方面开始谈 然后帮助他 然后慢慢就会带入 真正的属灵需要了 他人生的意义方向是什么 罪的问题 然后永恒的需要 那你在做见证传福音的时候 你要注意 要用他的语言 我们记住很多我们的术语 那些术语呢 对于还没信主的朋友呢 是很陌生的 我们来交通交通 开车嘛 你的交通是什么呢 所以你要记得 用他的语言 不是用你常用的语言 同时呢 这个见证最好是分享你的经历 你的经历 尤其是你有跟他类似的经历的时候 这常常往往也会产生一个共鸣 那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效的 有人生病 你自己生过病 你分享你自己生病的心得 经历 别人工作上有变动 你自己提到说 我曾经失业三个月 失业三个月的时候 神怎么帮助我等等 这些经历会成为非常好的桥梁 而且产生共鸣 然后才慢慢带入真正的所谓的树林的需要 你可以提到 我当时失业的时候就急着找工作 其实后来发现 问题不是工作 我可以又有个工作了 又忙起来了 就后来发现 真正人生的目标是什么 那才是我真正的问题 你这样一分享 就带入一个树林的需要 这样的时候才叫做什么呢 苏醒 他也会想到说 对啊 我去那找了一个工作了 好 暂时安定了 然后呢 然后我就这样过日子 所以树林的需要 是慢慢从这样切入 都带出来的 那么接下来我稍微抬一下 说好 如果你要传福音 那么怎么样传 我说有个人谈道的方式 你邀请他去布道会 还有一种我建议的方式 叫做福音性小组 那我自己比较常用这种方法 除了我个人被邀请去 带领布道会以外 在过去我读书的时候 尤其在美国查经班的时候 在教会的时候 我常常会用这样的方法 包括我回到台湾在新竹 加营团契啊等等 我都是用这种 福音性小组的方法 那福音性小组的方法 怎么开始呢 我给你大家一个建议 以及我经验的分享 那么这个小组最好是 人数不要太多 不要超过15个人 10个左右 而且背景如果大家比较相识 我们叫同职性的越高 可能越有果效 但就是说年龄啦 学历啦 各方面比较话题 共同话题比较多 那这个小组里面 特别要注意就是 木道有一定要多 基督徒一定要少 越少也好 我一向的惯例 通常是我一个人带 或者我顶多带一个 或两个同工 所以不要超过三个基督徒 你不要一个福音性小组 有十个基督徒 三个木道友 或者两个木道友 来到木道友问一个问题 然后基督徒呢 七嘴八尘 拼命提供意见 这叫做三良教旨 这下来的话 果效就不好了 基督徒呢 木道友会被吓跑的 你最好是八个木道友 然后呢 你可能只有三个 或两个基督徒 木道友一讲话 哇 慈其比诺 很有回应哦 他就勇气百倍 发表他的观点 这才是我们希望 达到的效果 基督徒越少越好 只有同工可以加入的 不是任何基督徒 想来就来的 除非我邀请 不准基督徒 加入这个福音性小组 这是我一贯的做法 而且这样会对 整个的果效会比较好 然后这种小组 我建议 你开始 如果有一连串 几个月 福音性小组的话 开头几次 我建议用 开放性的问题开始 开放性问题 就是没有标准答案 人人可以回答 而且通常我是问 你的看法是如何 我通常问三个问题 第一 你认为人有罪吗 你认为有吗 我不是说标准答案 圣经上 轮到我做见证 我当然会说圣经的观点 那你是一个木道友 你可能是佛教背景的 你是无神认的 说说你对罪的看法 第二个问题我会问的是 你认为有神吗 如果有 你认为是什么样的神呢 你认为如果没有神 为什么你认为没有呢 你说说你的观点 叫开放性问题 然后我就留 因为这种问题 没有标准答案 人人都可以讲 而且我要求每一个人都讲 通常一圈轮完 差不多这个讨论 差不多该结束了 每个人讲个三五分钟 就差不多一个多小时了 开放性的问题有好处 让他畅所欲言 你也可以了解 每一个人不同的背景 然后这个小组里面的 每一个人的 大概的信仰状况 信仰的疑难在哪里 你就心里有数了 接下来几次 你就可以开始来谈到 譬如说用福音信查经 那么等等 所以这个开放性的问题 对于整个这个 福音小组的成败 我个人的经验 有非常重大的一个影响和帮助 那当然如果说第三个问题 谈到罪了 谈到神的存在与否 第三个问题 如果我要谈的话 有的时候我会用这个 人生的意义的问题 人生有意义吗 如果意义有的话 你认为是什么 那为什么你认为 人生没有意义 诸如此类的 那这个可以让我们开始 好像有点破冰 但是也是 木道友之间都可以 彼此了解 我们也可以了解他们 那么带领讨论的人 你的角色是什么 你不是回答所有问题的人 你也别讲道 你是隔岸观火 因为他们讲了很多问题 你不一定都要答 如果一个人说没有神 请问其他人同意吗 一个佛教徒就说 当然有了 等等等等 一个明天宗教的 是多神论 他说有啊 我经验过什么啊 让他们彼此 你可以说抵消 对话 然后我再从中间做核实了 然后再补充一点意见 我再用一点圣经 提出基督族观点 这个是一个 福音信的查经的时候 可以用的一些方法 那当然最后 你不要忘记 我布道等等之外 最后是要领他做门徒的 所以不要布道 他觉知信主 甚至受洗完 就觉得任务结束了 还没有了 任务才刚刚开始 领他做门徒 所以领他做门徒的时候 这成为一个布道 最后果效的一个关键 那这方面来讲 我建议提醒几件事情 第一呢 你要带他做门徒的话 你要教导他 过一个与基督同行的生活 就是你的价值观 各方面来讲 那特别是帮 帮助他建立一个 所谓的正常的灵修生活 所以有的时候 甚至你要陪读 陪他读圣经 一段时间 几个月的时间 怎么样读经 怎么样祷告 怎么样这些事情 你需要一段时间带领他 好几个月 甚至一两年的时间 那第二个呢 你要训练他 过一个教会生活 不但参加崇拜 参加团契活动 甚至有一些成人主日学的事情 各方面他慢慢开始 融入教会生活当中 从为一个接收者 开始某种程度的付出 最后一个 你要塑造他 有一个做基督耶稣门徒的 这种品格的问题 品格问题 然后怎么样能够成长 怎么样与人相处 然后怎么样过一个圣洁的 所以这个整个门徒训练方面 是一个非常重要 也是我们常常容易忽略的 如果你能够做好的话 这个人将来成熟了 他成为带人做门徒的人 他不但传福音 他也成为带人做门徒 因此就有一个良性的循环了 这个是所谓的 有效的福音步道策略 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 谢谢各位的观赏 再会 来吧 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 奔向我们神的殿 踏避将同地道 就是我们 耶和华的言语 比出耶路撒冷 耶和华的言语 感谢观看